我會聽聲的自由 我會聽聲的自由 大畫家在忙啊 大少爺你怎麼有空來啊 剛說我媽去機場 她說你在這邊幫她處理一些藝術品 所以就順道來看看囉 這什麼啊 石板畫 我媽什麼時候對這個有興趣啊 阿姨最近到了歐洲 看到這石板畫覺得還不錯 就當行進行歇回來 我媽真是的 見一個挨一個 也不管能不能賣得出去 你啊 就太試快了 美不是商品 是一種思想 一種生活態度 不講了 跟你這個錢規講這些 根本就是對牛彈琴 奇怪 你跟阿姨之間差距怎麼會那麼大 你的身體明明是 不停留著充滿藝術的協議 去滿口銅車位 欸 錢乃是侵蝕人心的穿腸毒藥 而貧窮呢 是見血封喉的利潤 我寧可選擇慢性中毒 我也不要當場死亡 一肚子歪理 你既然來了 幫我把這都排好吧 當然咯 不然你以為來這邊做什麼 欸小心點啊 你要不要喝些什麼 我去買 哦 順便 把我晚餐給你買回來 今天要通宵整些東西 是 轉官 二兵尾七翔馬上前往便利商店 購買兩罐清涼結殼的飲料 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好啦 快去啦 謝謝長官 嘿 大美女 好久不見了 有沒有偷偷想我啊 哪有 拜託 還說沒有 你看黑眼圈都跑出來了 有嗎 真的嗎 好啦 等一下再跟你聊 等我 肉麻長有趣 小姐 你好 小姐 我只有買兩罐啤酒 你怎麼打三罐啊 不好意思 你們敬業一點好不好 現在工作不好找欸 不好意思 欸 你們敬業一點好不好 現在工作不好找欸 謝謝 朵莉 你還在忙喔 要不要休息一下啊 現在是Tea Time欸 還是你要我跟趙總說一聲 多寬謝你幾天 好讓你馬上脫離加班的苦海啊 不必了 不必了 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早點做好就好啦 好吧 你不領行那就算了 欸 萬里兩萬塊零用 你幫我填寢款單 楊小姐不要為難我吧 沒有單局我怎麼報仗啊 葉朵莉 你不要不失台局喔 你幹嘛粗粗愛跟我作對啊 我沒有跟你作對啊 你不按照公司規定申請錢 我怎麼答應你 欸 難道你不知道 這家公司是我們家的啊 我跟家裡拿一點錢 這樣不行嗎 你說的沒錯我也同意 不過公司有規定 不管是誰要從會計這裡領錢 都要簽字 是你不簽字 不是我扣住不罰 而且你剛剛不是說 身為董事長簽金 董事長有交代要謹守本分 跟大家一起同甘共苦的 不是嗎 欸 我好你一個業奪力 我到家要看看 到最後是誰吃虧 像我這種小員工 你何必費心來整我 你去跟董事長講一聲 我就要回家吃自己了 別想害我被扣下 惡意解剖員工的帽子 你想要勞工局去告我嗎 我才沒有這麼笨耶 我們走巧 不是招誰惹誰啊 住手 下班了 早 下班了 到後 下班了 天无绝人之路 总算被我走完了 为你曼妙的舞姿 敬一杯 什么 你说我只要努力 有一天也会像你一样 我也希望了 不过你要先替我保守学武的秘密 有一天 我一定要穿上火红色的舞衣 像你一样 尽情的跳舞 就在这里啊 我跳给你看 你该不会和他们一样 以为我脑袋有问题吧 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我好爱好爱我的男朋友 可是 他说我不够特别 我好难过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些说 他是一个烂男人 叫我要忘记他 勇敢去恨他 可是 既然曾经说过 要爱他一辈子 又怎么可以说忘就忘呢 终于整理完了 想不到这个可以搞这么晚 你还讲啊 你一下喊休息一下喊无聊要我陪你聊天 要玩这些东西啊 早要处理完了 哎 拜托 下班时间还要在这边工作 已经很敬业了 还有紧绷的神经 你会不会太不人道了 我妈都舍不得这样对我 对 你了不起 什么事都找到借口 好啦 到她家 等一下陪我去吃一顿宵夜 这样总不回锅吧 还吃啊 你是猪吗 你有看过全天下有这么帅的猪吗 这倒是天下第一大帅猪哥 你跟谁学的啊 现在骂人都不带张智了 当然是你跟猪哥师父了 好 我就让你看看师父怎么教训徒弟 我已经想 不要跟我玩了 你跟 天哪 怎么在冒烟呢